现在的燃油车彻底宣桌子了 你研究啥奇瑞埃泽8呀 你干啥本田思域呀 大众苏腾高尔夫 甚至朗逸都别研究了 10万左右现在B级车随便干了 标志508 裸车给你干到8万5 还是全款优惠 列克军威1.5T9AT 妥妥B级车 妥妥给你干到9万9 全款优惠38000到4万多的 丰田开门队 这玩全款落地也不到15 现代索纳塔11代 加上补贴加上优惠 还是1.5T8AT 这玩意儿落地 跟中高配的国产A级车一个价 当下买燃油车 千万别当大冤走 咱老百姓挣钱不容易 有些车优惠少 亏的还多 拍个一年两年给你赔蹦去了 你随便在董次第降价拍好吗 咱你一巴了 何止燃油车降价降爆炸了 就连不能干的速腾 现在都有5万5的优惠 那法系车更不用说了 标志5008 标志408 这些个库存车员 还有包牌车员 我之前给你们拍过视频 他还得叫你甚至年底的时候 能等到趴他跟麦腾 老款通常在售的20T的版本 落地干到15万以内 现在买车不要追涨杀叠 库存车很多人不接受 宝贝我告诉你 现在能买到库存车是一件好事 不要忘了降价降爆压的背后 是偷工点料 一分价钱一分货 以前你可能觉得库存车是垃圾 但是现在来讲 平安楼梭的库存车就是个宝 有多少宝贝没给我点关注 天天刷我视频呢 能不能给点一下子呀宝贝